这所周知 路因投手有两种不同攻击方式 第一种远程投掷 类似卷心菜玉米这类投手类攻击方式 而第二种则是近距离扣杀 将施生命低于一定百分比直接斩杀 而对于产歌 本身抵挡不了远程投掷 但免疫近距离扣杀 杨三姐则恰恰相反 免疫投掷类攻击 却无法抵挡近距离扣杀 那金英战这关就是和这个机制有关 作者心意宇林 而且还有一万多游玩 我们来玩玩看 开局传送带有且只给一个树根 就算阵亡也不会再传送 只有一个空位那咱们就中伤 首先二十度分别来养伞和产歌 折耳代表什么 也就是说要通过树根的移星幻影 来交换植物位置 对不同的僵尸对症下药 由于养伞免疫投掷伤害 所以我们要把杜三交换到前面位置 直接 诶怎么回事 这个树根怎么没交换成功还在圆一大笑 我甚至感觉这个表情在嘲讽我 我相信有聪明的粉丝应该知道这个原理 不信翻翻看评论区 刚刚狠狠的轻轮了一下树根 现在正常了 你看我这边先交换芹菜 再把多游换过来之后 六列这个位置正好可以扣杀 就能打到阳伞了 在树枝和冰醋的配合下 成功击败阳伞 哇陶阶这个老六还想背波偷袭 那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掉冰前将 把芹菜交换到四路后面的位置 走猪带兔直接解决 我估计战末里肯定有人说了 卡无敌树根不香吗 这种问题我觉得但凡你稍微观察一下 几个植物包括树根 和伏标分布情况 基本上也行之肚明了吧 而且我这边还特地总结说了细节与技巧 就比如说四路的阳伞 要让树根掉度到魅火谷所在位置 首先就要让树根和魅火谷交换 然后再交换树根 所以要让植物换到指定地方 就必须用树根与最终掉度位置的植物交换 再用树根和需要转移的植物进行交换 而且手速一定要快 才能达到一环扣一环的效果 这边四路一定要清晰 依赖于我多年龄所来的手速 来 手滑动起来 为飞行器移动速度比较快 所以先把芹菜移到三路 而且度云进去的扣杀打不到铲格 所以交换芹菜之后 树根锁在位置可以顺手直接把度云换过来 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 二路三间淘金我故意最后处理 这样可以多消耗点淘金的血量 减缓芹菜的压力 等它起飞一小段时间再交换 芹菜也刚好处理完飞行器 直接去二路 直接让淘金一招毙命 后面一招最后一波都算比较好处理 掌握好技巧 基本上都是毒杀 我个人感觉 度云的扣杀本质是平射类子弹 而远程攻击则是投掷类子弹 这样可以针对弱减 对阵下药 哇哇哇 最后一波二三四路三管齐下 而且度云的位置完美避开了正确答案 由于产歌的移速比杨散快 哪必须先下手为强 手速要非常快 先用一连交换解决产歌 再用二连交换 把度云换到最前面 扣杀阳伞 当然说我这边一加二连 处理二四路僵尸 结果连阳伞都是掉头时 刚刚碰到浮标险胜的 路见你们 我这边也非常幸运 是一次过的 反应很及时 那对于剩下的四阶钢窥和一阶巨人 现在不把没后果换到三路更在何时啊 四阶钢窥啃一阶巨人 那肯定是闭着眼睛也能过 轻松拿下 这关难度不大 让乐趣十足也欢迎各位来挑战哦 好我庆赞本下期再会